封一通空富败的当主 既一送咱海塌送的挑风大路 张智世路呢 我认为至少有三个特点 可以成为台湾 代表信任在国际的长举历步道里面 可以跟人家有比较 而且可以跟人家节目代表台湾 那么第一个当然 它有族群的历史发展的一个特色 所以特别命名的时候 这个Rapness 世路 Rapness是我们参加族的朋友 跟上下族的朋友 对于张树的称呼 世路呢 是客家化 用罗马语评出来 所以张之世路呢 其实隐含呢 我们对于过去 在这个地方 因为生存环境 或者是因为经济利益 而产生着族群的冲突的一种环境 那么第二个呢 张树 在十九世纪 是非常重要的 某一些工业的原料 也参与了世界的文明的进展 你走在这条步道上的时候 你会看到 想象到说说在十九世纪 这个小新路 古道通往全世界 是台湾通往连结全世界的一条步道 这个是多浪漫的一件事情 那么第三点呢 当然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客家族群特色 因为每一个段落 都有客家的故事 也各位有经过客家的聚落 可以分享客家的文化跟美食 四周五来在二零一零年发起世界步道联盟 二零一四年又再发起亚洲步道联盟 那千里步道是在二零一六年加入了亚洲步道联盟的会员 成为这个大家庭十六个会员里头的一个会员组织 我们请千里步道协会和国籍来做节目 也是希望能够向国籍推广 希望国籍的爱好自然步道 古道的朋友能够到台湾来 到台山县 到张之西路 客家基本上是一个山的民族 济州人应该是海的民族 我很高兴今天能够见证 欧来步道第十五号小进 跟张之西路的民奉古道 能够在这里结盟 结盟这个概念在我们的传统的话里面 结拜 结拜 所以我们很高兴成为结拜兄弟 结拜兄弟 结拜姐妹 我们这次就是来学习的 学习看怎么样把一条步道经营成一个 大家都喜欢的一个旅程 步道是能够拉近人跟人距离的一个非常好的空间 只要我们走上步道了 我们就是步道的子民 今天是山海的结盟 是韩国跟台湾的结盟 那其实根本上就是爱古道的人 在这里成为兄弟姐妹 我们推动古道 不单是想要让大家来认识 客家的土地 客家的文化 也是希望 透过古道的国际交流 我们不同国家的人 因为土地 因为我们的脚步而相互认识 步道是人类共同的 它是可以超越这些有形的疆界的 那可以让世界所有的人类 因为步道 我们也结在一起 参与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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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步道人 加油 台湾 加油 加油